趁着疫情期间学校停课 花莲市立幼儿园家紧进行教室地板 以及户外空间的环境工程改善 市长为家前7号上午前往视察施工的状况 除了换装新的木质地板 也加上广场外墙彩绘 以及优惧的地点设施改善 要让小朋友解封回到学校后 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花莲市立幼儿园的11个班级教室地板 在疫情停课期间家紧赶工失作 已经全部换成耐磨又好看的木质地板 这是花莲市公所向中央争取经费进行的改善工程 我们这一次总共改善我们花莲市幼儿园11间教室 它的室内教室地面 它原本是瓷砖跟一半的木质地板 不过由于它的瓷砖 就是我们花莲的天气 常常会有板巢现象 而且冬天也会有湿冷的一个状况 而且在原本的木地板 它也有凹陷的情况产生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一次中央补助的经费来 将它全部做一个架高地板的改善 而且也在下面加了那个绑巢布 所以以后会改善那个儿童 他在教室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环境 让小朋友不会遭受到说地面湿滑容易跌倒 或是冬天寒冷的这样一个情况 市长温嘉贤7号上午到幼儿园来视察工程品质 他表示除了地板更新 下个星期还要进行强筑彩绘 及邮具的地电设备改善 希望在疫情解封之后 小朋友们回到校园 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在教室内的部分 把一些过去的瓷砖换成 我们现在比较符合清洁卫生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环保木地板 那我们希望说让每一个孩子在于 新的环境里面 那回到学校之后 能够很开心来迎接我们上课的每一天 那再来学校外面的环境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住址过去是一些斑驳老旧的部分 那我们也换成彩绘的部分 那也预计在下个礼拜来做相关的完成 那在于邮具的部分跟地电的部分 我们也谢谢国教署给我们非常大力的支持 那还有我们议员的部分 像武东生议员 徐子方议员 给我们非常大力的一个经费上的挹注 让我们把整个环境氛围重新打造更完善一点 那我们也希望说新的孩子来到幼儿园会有不一样的一个 期待跟梦想 那也可以在这边好好的玩乐跟学习 幼儿园长曾凡杰表示 原本的教学期程就是到7月31号 如果7月12号可以顺利解封 小朋友们就可以回到校园来上课 而这些改善工程也会加紧施作 希望用最新 最优质 最美好的教学环境迎接幼童到来 借旅会欢迎视报道